《恒心》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恒心 恒心两个字 那么恒心其实也就是长眼心 也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 都是要有恒心跟长眼的 这样子才能够得到成就 那么刚才我们做了一场超度的法会 是一个小型的超度法会 那么这个小型的超度法会 我自己感觉非常的严满 严满跟殊胜 感应非常的强烈 感应都非常的强烈 在这个禅定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光流 在面前旋转再回转 那么我们所哄情的本尊也都出现 也都现身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一个很小型的超度法会 谈到这个恒心 跟这个超度法会也有一点关联 那么今天早上 我进到这个秘宴来 生活秘宴里面 那也按照网例 也就是我每天早上 我都做这个施食 平时我在施食的时候 我都一样是有感应的 因为你变化 变化东西不施出去 那么给旷野鬼神众 那也给这个大鹏金赤鸟 也给罗刹鬼子母 那么做施食 我是每天都做的 而且是有恒心的 今天早上特别就不一样 我发觉今天早上 做施食的时候 哇 一大票 一大票 当然我昨天 我就知道说 今天要做超度 做小型的超度 我是知道的 但是早上的时候 我在做施食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去想说 今天下午要做超度 那我做施食的时候 我一看一大票 哇 吓来一跳 哇 这么来了 这么一大票 好像是满山满谷 一大票 那么我化石也是化这个 如海 我今天早上是化石如海 就是以如海做供养 做供养的 那么我看到一大票 感应也是很强烈 我在做施食的时候 我就马上就想起 今天下午要做超度 那我就知道 哇 这一大票都是 一大早就赶来 一大早就赶来 下午才做超度 他早上已经在猎斑 已经在门口外面猎斑了 平时我做施食 没有那么多 这个就是感应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啊 我没有想到今天下午要做超度 我没有想起 昨天晚上我是知道了 但早上我做施食 平时做施食我就是念一念啊 念一念咒语 那么观想这个咒日 观想这个咒日 进到这个 这个如海里面 变化很大的如海 这样出去 那今天的施食就不同 就有感应 那么平时也有感应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人 没有那么多的众生 来接受施食 就今天呢 早上特别多 那像这一种现象呢 应该讲起来啊 还是你自己本身 有恒心的做施食的供养 所感召的 我也坦白跟所有的人讲 我做施食啊 从台湾一直做到美国 从台湾做到美国 自从我学佛以来 一直到现在 没有一天停止过 除非我出外 除非我出外 脚是在密宴 我一定做的 那么我出外 我也会请假 我会跟所有的这个 施食的众生请假 说我要出去几天 以后几天 以后再回来 他们照样来 照样来 这个是要有恒心的 卢斯珍做施食 从学佛开始 一直做到现在 还没有中断 这个就是恒心 这个恒心很重要 你说你要求这个福报 要求这个智慧增长 一定要有恒心 有长眼心 一定有恒心 有长眼心 每天一定要做 像我每天 一进到这个密宴来 我就先礼拜谈成 一定先礼拜的 密宴的谈成 先礼拜完 然后再到偏殿去 礼拜观世音菩萨的谈成 然后再来 再进来 再拿走这个 灌顶盘 出去做施食 出去做施食 然后才有上楼 那是在楼下做的事情 可以讲 数十年 如一日 根本就是这样子 没有停止过 这个就是恒心 跟我写书一样 能够 人家问你说 为什么你能够写 一百二十二本书 现在在写一百二十二本书 这个密教奥义书 密教奥义书 为什么你能够写一百二十二本书 我就每天写 恒心 我不是写了很多 但是每天一定要写 多多少少写一点 你今天确实时间少的话 你就写短一点 时间多你就写长一点 那每天写 画画也是一样 每天磨 这个每天一张画 一篇文章 不积长短 确实没有时间画画 那么写几个字也好 毛笔粘起来写几个字也行 就代表自己本身的这个恒心 所以我们修法也是一样 你修好要成就 一定要磨的 要有恒心的 要有恒心的 一磨二十七年 觉得也很累了 觉得也很累了 但是你除了修法 这个讲佛法以外 你能够改变职业吗 现在是人在江湖了 你一辈子 你已经走了佛法这条路了 你也有相应了 也有感应了 你自己也 这条路也走通了 这个就是恒心磨出来 恒心磨出来 现在想要当一个餐馆老板 卢世尊啊改行啊 当餐馆老板 我觉得我也改不了 也实在是改不了 所以一辈子啊 就是走这一条路 直的 这个就是恒心 这一条路直直去 直直去 这个就是恒心 Omma ni pe mi h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